昨天呢是加拿大万圣节 拿了一家不够还要去第二家 拿完第二家又去第三家 又还去第四家 然后拿了糖不够 还要拿这个装饰的灯 和这个porchlight 他们这个邻居前院的灯 你看见没有 就是疯狂到撸啊 这一盒的糖都给他拿光了 那还不够啊 这个这扫机啊 扫的简直是太疯狂了 他这个视频呢 在加拿大已经是啊 这个广为流传了 他这张脸呢 估计现在上街呢 每个人都认识啊 不戴一个什么假面具呢 估计呢都要被人家认出来了 而昨晚这四个受害的家庭 居然都是华裔家庭 在加拿大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华人聚居的地方呢 隔壁邻居呢 往往都是印度人啊 也就是说这个白人呢 一看到咱们这个外来移民来了以后呢 他们自己呢 就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接着来的呢 就是啊 这个华人和这个印度人 因为这两个族裔呢 是加拿大 目前呢 就是移民人数 这个比较多的这两个族裔啊 而这两年呢 印度裔和菲律宾裔的移民人数呢 超过了华人 大家纷纷吐槽 说这些新来的印度裔的移民呢 还有留学生啊 素质实在是太差 很多印度留学生呢 堂而皇之的去食物银行呢 领取免费的日用品和食品 拿完之后你还不低调点 还在网上的高调的炫耀自己的战利品 所以有些食物银行呢 就宣布再也不给国际留学生发免费食品了 这些年加拿大招了这么多难民进来 这些人呢 全都是靠食物银行和政府的资助啊 所以食物银行呢 在加拿大早就不堪重负啊 再加上这些爱这个贪便宜的印度留学生啊 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已经被滥用到了极致 加拿大应该算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 特别是农产品是很丰富的 那么9月10月呢 因为加拿大天气比较暖和嘛 自己的农产品呢 大丰收 怕自己的农产品呢 滥在地里来不及收割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些多余的农产品呢 分发给有需要的人 结果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当天呢 下着瓢泡大雨 人们呢 冒着大雨啊 从四面八方涌来 有人呢 早早就赶来啊 就是为了拿这些免费食物啊 他们排队排了三个小时 所以后来呢 这个农场主看到来的人太多 值得告诉大家呢 要来了 因为东西呢 很快就被分发完了 所以不管你加拿大以前多么富裕 招架不住 特鲁多政府这两年 招了这么多的难民 还有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啊 大家一起拿 以至于拿到加拿大都已经快破产了 而就在今天 魁北克省长呢 不得不宣布啊 在今后几个月里 将冻结发放魁北克的所谓的CSQ啊 意味着啊 所有的移民类别 包括经济 另移民 魁北克体验计划 常规技术工人计划的 这些移民申请呢 全部都停止了 而看到移民加拿大无望之后 很多在加拿大的印度人呢 干脆另谋生路 这几个月 从美加边境非法越境的印度人呢 是越来越多 以至于呢 美国政府 不得不警告特鲁多政府 管好你们的国门吧 太多这个拿访客签证 来加拿大的印度人呢 偷渡来美国了 现在很多美国人呢 支持特朗普啊 当选美国总统 原因就是他的这个移民政策啊 最近我也看到有报道 说是美国呢 派出专机遣返印度和中国的 这些非法难民和移民啊 你哪来的啊 回哪去啊 美国呢 也容不下啊 这么多非法难民了 不管是加拿大 还是美国啊 经过这几年白左政府的折腾 现在呢 这两国家呢 都已经是面目全非 国力呢 大不如以前 特别是加拿大 无底线的接收难民 已经把这个国家吃穷了 最典型的就是 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 目前呢 经济已经停滞 不管加拿大央行 你再降息多少次 加拿大第一大城市 多伦多的楼花呢 已经卖不出去了 导致的建设资金呢 停滞 没有资金来源 很多项目呢 被迫停工啊 变成了烂尾楼 有一些地产商呢 也不得不宣布破产 原因很简单 就是人们兜里没有钱 原来呢 是比较富裕的移民啊 来移民加拿大 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难民 和所谓的留学生 其中很多人呢 资金来源呢 证明都是作假的 大楼市目前击鼓传花的游戏呢 玩不下去了 当然美国的经济 要比加拿大好太多 但是两国也可以说是 整个西方世界啊 面临着同一个挑战 那就是贫富差距呢 日益增加 两极分化严重 种族大撕裂 下周即将迎来 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 而加拿大的反对党呢 也在寻找机会 希望能够提前大选 所以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大乱 所以对于外资来说 美西方的不确定性啊 包括这个中东的战争 一触即发啊 俄乌那边呢 还是愈打愈烈 而中国相对安全的环境呢 对外资呢 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